MECA X 當初 Wax 出 MECA X 的時候已經很想買 可惜是橙色電 到出了綠色電版本就沒有藉口不買 因為有 Hub X 電源供應系統 可以配搭各式各樣不同的工具使用 好像我們這些要面對土地問題 DIY 的時候要招航猛測 MECA X 就適合了 藉著這個拍開箱片的機會 我用了這套 MECA X 做了這個魏 魏雄光罐招牌 這套是 Wax 的 MECA X 我覺得是每一個喜歡DIY的人都應該擁有的工具 打開盒子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們看看說明書 我買這個套裝主要都是為了這部小型割模機 還有一支電磨筆 MECA X 的靈魂 Hub X 電源供應系統 買套裝是會跟著電池和充電器 買行貨工具會有本地保養服務 用起來安心一點 首先看一支電磨筆 因為沒有內支電池 電磨筆相當輕巧 只有130g 重 用久了都不會覺得很累 還要是用無碳測拆打的設計 不需要特別的保養 就算是用電動工具的初歌 都一樣應付得到 空轉轉速由5000轉到35000轉 應付任何應用的場景都沒有問題 記尾這個就是接駁電池的插座 接著就看看迷你割模機 同樣都是130g 重 同樣都是用無碳測的摩打 不需要特別的保養 就算是用電動工具的初歌 又或是像我一樣 不夠膽用普通的割模機 這部就適合了 它是用50mm 的碟 空轉轉速由14000轉到24000轉 記尾這個就是駁電池的插座 套裝還跟著一個小的工具盒子 裡面放了35件不同的碟 磨頭和配件 除了跟著割模機用的砂紙碟 砂卵 和戒碟之外 還有後備的螺絲和壓片 碟磨筆就跟著這支小的板手 幾支金剛磨頭 砂卵磨頭 還有一些砂紙圈 鋼絲 鋼絲 羊毛碌等等 看一下MECAX 最重要的部分 核X 電源供應系統 大部份工具的轉速 都是在核X 上調校 套裝跟著2AH 電池 電池上面有電量顯示 核X 上還有一個USB 插座 可以供電給一些USB 的設備 接著 插好電源線 打開開關 就可以在核X 上調校工具的轉速 有些工具就像割模機一樣 在機器上都會有一個開關鍵 除了割模機和電磨筆套裝之外 我還買了一支恆溫烈雞 沒錯 是一支橙色系列的恆溫烈雞 因為MECAX 的工具 橙色和綠色是通用的 這支是一支45火的烈雞 溫度是E8-480度 看下電線和插頭 絕對應付得到 它還跟了九個不同的鑊鐵頭 讓你可以在木板或皮夾上面畫畫 辣雞上面除了開關之外 還有兩個溫度調節的按鈕 加熱速度都很快 大約30秒就去到設定的溫度 初步都看過我的新玩具 現在就看下我最期待的割模機 和平時常見的割模機都一樣 一樣有保護罩 不過它的保護罩就由兩顆螺絲固定 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 任何情況都不應該拆掉保護罩 更加就不應該用大個保護罩的戒碟 現在就裝一隻戒碟去試一下機 裝好戒碟 用手轉一下它 看看有沒有問題 確定沒有問題 現在就可以駁電試一下機 嗯 效果都不錯 可能因為碟比較細 沒有普通割模機的離心力 很輕鬆就可以握住機 戒碟是選奧品 用到差不多要換碟 我另外買了這一款石材切割片 除了切割石材 還可以用來割芽加力膠 我比較好看 然後我做一份 來割光 電磨筆其實還可以用來鑽孔 讓我替冷光線看插頭 我搞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是想用冷光線 去做一個扮霓虹光管的招牌 是不是很想知道製作過程 下一條影片我會把整個製作過程告訴大家 想知道怎樣製作的話 記得訂閱我頻道 還有按通知鈴鐺 按通知鈴鐺 enable你見到的 如果你在做的影片 我們可以不在路上 你的影片